第35章 真正實力 黑風來大吃了鏡 但是 他是有大能耐的人 他冷笑一聲 見黑色袈裟震 袈裟就從他的身上飛了出來 到了半空之後 又數不准這麼大的黑風 從袈裟之中就飛了出來 眾多的黑風在半空之中 凝聚成一把風里的長劍 樹木搖擺 狂風大撞 將一輪月光都遮蓋在黑暗之中 黑風里的境界 應該在洞原大城的第二層水準 黑風 乃是陰煞氣而成 是帶著一種凌厲之風 世間 世間多年不見僵屍 憑你今天 就要替天行道 如劍珠之 以正大盜 以便我早日 約入登天真龍景 黑風來整個人變得好興奮 而董鳳蓮就面無表情 這個時候 只見那把尼劍忽然加速 向著那隻屍氣猛虎衝過去 兩股截然不同的氣發生了劇烈的磨擦 董鳳蓮後撤了一步 雙腳在地上一堆 身就騰空而起 將古屍氣收了回來 他又漲漲開 又將那一團黑風吸入到體內 然後 穩穩地落到地面 他整個過程 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完成 等到董鳳蓮平安落地之後 黑風來 就知道自己 已經是輸了了 但是 他一點認輸的神識都沒有 又繼續放出狠話 可惡啊 你的屍氣 跟一般的屍氣不一樣 要醇厚很多 不過 你想要殺我 怕且就沒那麼容易了 你們現在身處黑虎坡 別使得那麼囂張啊 我拍著對手啊 哈哈哈哈 師太在拋起了師兄之後 果然更為之老辣啊 不過 你以為 我撞龍山 就只有那麼少手段嗎 董鳳蓮用他對紅眼挖了一下黑風來 之後 就推回我身邊 將我承托得更加高深莫測 我又意將純陽道力 全部散佈出來 與此同時 把黑者帶著的道力 亦都在這個時候散佈開泥 環繞在我的周身上下 月光重新出現在我的頭頂上 黑風來他感知到我的實力 後退了兩步 咬咬咬咬 蜜藏龍山都要管這些紅塵族墓嗎 你當真與山中主人有所關聯 顏Qui 他們封過流行 ordinary人 顏過流行 人過流命 你好大 都留下個名字 吧 我很高傲地笑了一聲 極其冷漠地說 我的名字你還未夠資格知道 等到見到那隻紅色妖狐在殺死他之前 我會趁口說給他聽的了 其實從葬龍山上邊下來的人也好 還是那一群黃皮子也好 他們都帶有天然的傲慢以及冷漠 我講這番說話的口吻 完全是在他們那裡學回來的 這個時候在黑虎坡的深處 發出了一種奇怪的鳴叫聲非常刺耳 我一下子就可以判斷出來 是狐狸的叫咸聲 半空之中更加湧現出一道妖紅色的殺氣 衝迎著半邊的天空 好大的口氣啊 哪來的賊子竟然夠膽 假冒葬龍山的人 今天我不殺你 就是顛呼了葬龍山的明星啊 這一把聲從遠處傳過來 挾帶著一股威嚴的怒氣 國元玉的臉色瞬間蒼白 他慘叫了一聲就暈了過去 羅傑就更加是黑到坐在地上邊 嘴角都流出了鮮血 整個人變得瘟瘟噹噹噹起身 我的雙腳亦都是跟著打震 要吹動動力才能夠勉強地保持鎮定 難道這些就是那隻紅色妖狐的真正實力? 隔著這麼遠的距離 都能夠將聲和殺氣傳過來 放眼天下恐怕都沒有幾個人能夠做得到 而且從他的說話當中可以聽得出 他對葬龍山主人十分熟悉 甚至葬龍山中的一些隱備之事 他都好像清楚 但既然這隻妖狐實力登天 為什麼還要躺在歌同觀之中 還要用國元玉這個名字呢? 又要特地去莊我和國元玉成婚呢? 葬鳳蓮衝到我的面前 他張開口 對著殺氣傳過來的方向 發出了震天的怒哭 區區的一隻黑毛絲 給我推下 那一把聲充滿了嘲諷 一道紅色殺氣 就有如利劍一樣射過來 直接打中了葬鳳蓮 葬鳳蓮舉起雙手格擋 只但是都仍是倒飛了出去 落到了十幾米海外 忽然 天空自中響起了一聲很清脆的凌冷聲 一道白色的亮光向著那股紅色殺氣衝過去 這一股凌冷聲聽得人非常悅耳靜心 我心頭的煩躁也都變得安寧了下來 黑鳳蓮在聽到凌冷聲之後 當職一揮手 轉身就向後跌坑 那一頂紅色轎也都緊跟在他身後 還想走? 一個穿著道袍的中年男子 很輕巧地一跳 手裡提著一把法劍追上去 那男子跟我擦肩而過的時候 轉眼看了我一眼跟我說 佩錦也來了 佩錦是我異師姐的名字 而他姓張是龍虎山鎮魔台張家的張 那難道眼前的道士是張家人?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馬安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贊 以及留言 第三十六章 情之所起 看來我隱藏起自己的身份 但是就逃不過這位張家道士的法眼 想起來一定是在某個地方疏忽了 才被人被釋破 不過 這個張家道士沒有叫出我的真名 只是點出了異師姐的名字 可見得他並沒有打算揭穿我 龍虎山的張家是道門祖廷 張家人出現在這裡 足見三道天雷劈魔的事在整個風水界引起了很大的波瀾 而師姐張佩錦知道我和大師姐都心陷危機 所以也趕了過來 張家道士去追黑風來之後 董鳳蓮已經站起來 在那裡呆呆聲大叫 這隻妖怪本事真是不差 主人啊 你的傷何時才可以好得翻啊 言下之意 就是要我盡快地幫他報仇 我笑著說 那還要一段時間才可以 我走到郭元玉和羅傑面前 先是打了幾把羅傑將他打醒 之後拿了一紙定神符貼在郭元玉的額頭上邊 注入一股純陽道力幫助郭元玉訴訟 郭元玉她醒之後有點驚訝地問 先生啊 是不是你趕走了那個黑風來的 雖然那隻紅色妖狐 是被張家道士的零零聲趕走 不過黑風來就確實是被我震住了 我暗進頭 郭元玉咬著嘴唇細細聲說 那就好了 孟安有你這樣的朋友 他生存下去的機率就又大了一分了 我望上他一眼 下意識壓低那道粒話 從來天意都高難求 風水界之中比我本事高的人 不知道還有多少 所以 孟安能不能夠生存下去 都還是要看天意的 郭元玉的眼神 一下子暗淡了很多 望到他這樣的反應 我的心一下子就扯緊了 我告訴自己 這一切都是假的 這種關心 不過是源於藥物的作用 又或者是因為國家 爭狼我一個人情 但是 我畢竟都是一個人 也都需要人關心 所以 我打心底這樣去感激郭元玉 只可惜 在眼下 我不能夠表露自己的真實想法 洛基就走過來和我搭 爹說 這問高人 怎麼稱呼 你座下的那隻黑毛絲 可不可以賣給我 我看了他一眼說 你真是懂得開玩笑 羅家本來就是養師世家 又細媽看得適合我手下 羅傑就很恭維地說 能夠逼退黑風里 捉見你是高手 我羅家雖然趕師 養師 但是好像你手下的這隻黑毛絲 我還是第一次見 我笑著對他說 不客氣 你自己親口去問他是不是 羅傑看著三大五粗的董鳳蓮 好色彩地合起來了 我等郭元玉休息了一會之後 就說 郭小姐 前面危機重重 你是千金之驅 還是回家休息吧 郭元玉搖搖頭 異常那麼堅定地說 首先 我要去找長老相思的解讀藥 其次 孟岸大哥 一定會來這裡 說不定 我可以幫到他忙呢 羅傑也都接著說 高人 你這麼本事 連黑風里都被你趕走了 不如帶我們兩個上路 人多點都熱鬧點 我雖然是鬥不贏黑風里 但是這個樹林那麼多毒蟲出沒 帶我去 我都會有些絕技旁一身的 其實他們兩個有哪裡知道 黑風里這種十三太保當中 排得上名的人 並不是最恐怖 那一隻紅色妖狐 和妖狐背後 那一位超越登天真龍境界的 斬龍風水師 才是真正危險 以後恐怖的存在 但是 國元玉 他看得我實 搞得我都心願了 既然你們是也要跟著我 那就安分守己一點 不要陪陪雪 兩個人立即答應了下來 我就依舊 按照著追蹤符子印的方向 向著深山那邊追過去 逛了半晚那麼多 東邊的天空開始發白 太陽也都慢慢升起 董鳳蓮不可以在白天趕路 羅傑也是修煉私器的人 不能夠在陽光下面行走 否則 他們曬回這麼長時間 一定會曬焦他們的皮肉 我找了一處陰涼的地方 簡單這樣吃了些東西 就靠著石頭休息 到了下午 當我醒來的時候 看到國元玉他愁眉不展 他看到我起來 就開口向我問 先生呀 今晚是鬼節 我怕有大事發生呀 你說了 昨晚那頂紅色轎 為什麼要來接我呢 國元玉 是個極其聰明的人 他想了這麼久都想不通的東西 在他的眼中我是高人 就把他愁眉口氣了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馬安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讚 以及留言 第三十七章 所謂機緣 我隔著 我隔著一層黑鯊問國元玉 我問他 那麼你在這裡擔憂什麼呢 國元玉就說 那隻狐狸抓我 肯定是為了對付孟大哥 再加上 七月十五 是一連陰氣當中最重的一晚 如果鬼門洞開 還有一些未入輪迴的鬼魂釋放了出來 那魔童降勢 會不會就吸收得到更加多的陰氣呢 到時候 孟大哥的過創就會更加大 圓門正派是不會放過他的 想不到 他的嘆氣並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我 我笑著說 看得出來 你很關心這位孟大哥 國元玉的臉很紅 他說 哦不是 我們都是萍水相逢 都是江湖兒女 他又是一個 那麼可憐的人 我在想 為什麼那個老天爺對牠的眼睛這麼不好 其實我真的很希望牠 國元玉 他意識到自己說得太多 芳芒另一面 而我就說 唉 麻繩刀由西處斷 劫難尊穩苦味人 國元玉的眼眶一紅 他說 如果可以 其實我也真的想 多點幫牠 分擔什麼東西 國元玉 他不經世事 社會月曆好淺 所以他講出來的說話 真的非常那麼純真 是真情流露的表現 一時之間 搞到我都有一些意亂情迷 如果沒有發生這些事情 遇到一個這麼純真無瑕的少女 或者我真的會抱著嘗試的心態去追求她 我的心忽然覺得有些好笑 我竟然會產生這種想法 我竟然會產生這種想法 國元玉見我不出聲 他忽然開口說 先生啊 真是很奇怪的 不知為什麼 跟你這樣說話 總是令到我覺得非常親切 好像我們很久之前就見過面 我慌忙向後退出兩步 免得暴露自己的身份 心想 這個卓老相思的毒 真是非常厲害 這個時候 羅傑也醒來了 他說 高人啊 萬安他這次糟糕了 沒有了萬座的庇佑 他是絕對難以逃過此劫 聽說 就連他爸爸都變成了俘虜人 哼 今次 看怕他們兩仔爺都是這麼大了 我看著他 想看看 他到底葫蘆裏頭賣什麼藥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啊 羅傑以為有機了 繼續就說 高人啊 正所謂 梁琴澤目而妻 我羅家在苗疆 話一就一話二就二 其實 我是有意拜入先生的門下 想請你去我家小廚一段時間那麼多 蛤 羅金蠶不是你的師父嗎 你改投到我的門下 如果被他知道了 不發你爭執了 羅傑就說 哼 別提了 這次出門 我本來想他借金蠶鼓給我一用 誰知道他不給就算了 還生得我立立靈 這樣的師父 我還不願不要啊 那你就不怕金蠶鼓毒啊 怕 但是 他是不敢對我使用的 羅傑他很自信地說 他始終 都是記住在我家裡 如果他夠膽使用金蠶鼓傷我 那麼他自己 也都會被師王吸乾他的血 我們趕師世家 哎呀 都有些少許底蠶的 聽他這麼說 我就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既然是這樣 你就立刻叩頭拜師吧 我保證 不會好像羅金蠶一樣 收收埋埋的 如果羅傑知道我就是盲安 而他又拜了入我門下 都不知道他到時會不會激得肺都歪了 但是羅傑就毫無察覺 他大喜過望 直走就跪了在地上邊 逛逛逛地扣了幾個響頭說 師父在上 請受徒爾吉跪拜了 我笑得更加開心了 真是想不到羅傑是個行動派 我大手一揮說 哈哈哈哈 好徒弟 你起來先吧 羅傑有趕師世家和羅金蠶的背景 有這樣一個徒弟 說不說日後都會派上什麼用場 羅傑站起來之後 整塊臉都是堆滿笑容 師父啊 你是不是從葬龍山上下來的 我聽說 那一座山上邊 收了很多秘密 你什麼時候可以帶我上山看看 我心一鏡 這個羅傑認真古惑 原來 醉雍之以不再走 他是對葬龍山深深向往 想這拜師為目的 實際 是想要通過我去了解葬龍山 可惜啊 紅色妖湖最後揭穿我的那句說話 他當時昏迷了一句都聽不到 我立刻就很嚴肅地說 做什麼啊 連你都對葬龍山有所祈禱 你是不是聽過什麼來啊 羅傑感知道我的語氣變化 方望就說 師父啊 我只是 我只是 曾經聽羅金蟬他講過 這裏 我只是想要 去前岸 跟著 那個 一場天大的機緣 只但他們又怎會知道 其實孟家守的是一場天大的災禍之真 世上總是很多人 覺得所有東西都是功利性 卻不知 在功利之上 還有著更高的東西 我之前一直不明白爺爺說的話 直到今天 聽到羅傑說的東西 我一下子就領不完 八外人始終覺得 是孟家佔據了藏龍山這一場天大的機緣 那就是孟家的罪 所以 很多人亦都視孟家為眼中釘欲中刺 都想將那場天大的機緣 占為己有 就連遠在苗疆的港師世家 亦都對此念念不忘 那麼其他人就更加不用說啊 我放緩了我的語氣 對羅傑說 所以 你 都想去藏龍山那樹看看 蛤?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如果對我孟安的風水秘術有何指教 歡迎你收藏 點讚 以及留言 期間 太誇張了 你 很高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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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